欢迎各位有全面进场 如果你是喜欢我的节目 希望你可以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话说今早早在荃湾的余芯广场巴士总站 大排长龙 到底等哪辆车呢 就是等候51号巴士 就要上大帽山 所以今天这个大帽山 已经连续两个礼拜日人山人海 这个情况当然令人非常担心 人们就不去商场逛街 就走上山头的树 以为山上空气清新 实情是自欺欺人 这么多人聚起 风险相应增加了 而且有些人就向高难度挑战 走去新良潭行山 行山也不要紧 有些还要去攀石垫 攀石垫就真的要那些相对专业的人士 而且有玩开的人才好去做 如果是平时没有玩开攀石垫 或者是好日都不去行一次山 现在你纯粹去趁热闹去趁热闹去趁热闹去 当然 绝对不建议你去玩这些高风险的活动 这些事其实是需要经过一定训练的人才可以做 如果一个人第一次爬就能爬到这么高 其实就在这里找自己的命教飞 那个石垫一定是非常陡峭 握着两三米高 纯粹就靠踩着凸出来的石垫 加上那些石垫本身是否稳固呢 在那个峭壁那里 而且有时候石垫也会有水的 石垫都是一湿一扇脚 那你就转到石垫底了 石垫底不是一个普通的湖 下面有些尖不甩的石垫 那你的头一种下去的时候就拜拜了 今天在新良坛 就是有一个人去攀爬这个仙散石垫 就失足堕崖走了 我建议大家如果真的要玩攀石垫 你就要找一些受过相关训练的人 慢慢从一些比较容易的石垫里玩起 有些是没有那么陡峭 有些是相对容易去攀爬 那你就慢慢去那些玩起 就不是一步登天嘛 如果不是有什么喜事上来失足的话 那就不方不登天了 接着就说说关于旺角的行人天桥了 有些市民就发现大批外傭聚集了在那树路 又恢复了繁荣和热闹的景象 这就是对着那些有请开这些外籍容工的家庭 响起了警号了 所以你就要留意和小心了 哎真是 你那个家庭容工分分钟就在旺角天桥 或者是那些不知什么其他中环的地方聚集 在旺角的那帮容工就被市民发现了 他们脱下了罩 然后就在那里聊天喝水吃东西 直地而坐 这些当然就是很高风险的东西了 他自己有什么就算数了 喂 他会回你家里迷你 但是又不知有什么解决办法 因为他放假就是有权自由活动 所以真是自求多福 这些事情没得好说 其实最佳的避世办法就是什么呢 就是留在家里不要输为酒 不过很多香港人都喜欢满街 不满街会生痕的 所以没办法 放假就会到处供 接着就想说一下关于建制派的动态 他们就有些建制中人牵头成立了一个叫做 全港社区抗疫连线的组织 今天就在深水埗举行了 百万关围暖万家大行动的启动仪式 有什么人出席呢 包括有立法会议员梁美芬 李慧琼 陈凯恩 港区人大代表陈振斌 以及前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高永文 他们就说要感谢深圳市政府对香港的关心 捐出一百万只罩 就被全港社区抗疫连线分发给香港人 体现深港一家同心抗疫的精神 今天他们就说会在全港的十八区 派发清洁用品 包括免洗手的擦手啫喱 以及一张申请卡 那张申请卡拿来做什么呢 只要市民填妥他的个人资料 包括姓名地址和电话 交到建制派的区议员等等的收集点 就可以获得五个罩了 大批长者真的是排队的 证明了这个活动 已经是打响了选举的前哨战了 不是他收集这么多个人资料把鬼 他既然有口罩为何不直接派 你说未到货没到货就等到有货的时候派 要不特地拿申请卡 意味就相当明显 其实中联版主任骆惠宁都已经说得非常清楚 9月这个立法会选举 建制派一定要团结 为什麽呢 就要阻止反对派可以过半数 反对派即非建制派 现在就要拼过半 拼过半来说 在中联版的眼中就是为之夺权的行为 夺权其实是有三部曲的 第一部曲在去年的区议会选举当中 全香港市民非常团结地去排队投票 完成了就踏出了第一步 因为在四百多个区议会的席位当中 非建制派已经是抢占了380多席 而这个结果有什麽影响呢 首先18区的区议会当中有17个是由非建制派来主导 政府主席全部都是非建制派的人担任 第二件事就是在今年的换届立法会选举当中 这个功能界别的区议会劃乎第一 即是由区议会互选产生的界别 就是非建制派的狼中物 起码这一席就赢了 所以为什麽要抢功功能界别就是这样 因为真的有机会过半数 97之后从来没有一次区议会劃乎第一这个界别 是由非建制派的人担任的 今届就已经扭转了这个局面了 稍微 有机会看到过半数 有些人当然就会马上出来喷冷水 就是为了不想让非建制派过半数 第三个影响是什麽呢 就是选特首的1200个选委当中 非建制派至少就可以立多117席 因为港九国区议会会互选产生57人 新界国区议会就要互选产生60人 那里已经117位了 而且区议会劃乎第一这个功能界别 因为立法会议员同样都在1200人选委当中 尤立多一席 即118位 所以谁说没用 投区议会一定有用 不好听的人都投白票 好了第二部曲就是什麽呢 就是立法会选举了 立法会选举目前非建制派就打算拼过半 建制派当然就非常疼 当然不可以让你反对派拿到过半或者贴近过半 因为让你拿到过半的时候 无论特区政府 即是递交23条去立法会 国歌法 或者社会信用系统都好 全部就会遭到非建制派的否决了 就算贴近一半 就算不过一半也好 贴近一半 可能33、34席 因为其实到投票表决的时候 就算是在籍议员 所以如果非建制派有33、34人的话 建制派的人就要全部坐定 一个都不能走开 一走开就有机会被否决了 所以他们要有什么东瓜豆腐 全部都不准走 全部你怎样 捱生捱死都要坐在议会当中 所以这个拼过半是很重要的 好了第三部曲 当然是行政长官的选委战 是不是 因为当你选委的1200人当中 如果你贴近600席 甚至乎超过600席 你就可以选出一个属于非建制派的行政长官 当然很多人就在这里说 你这样说这些是废的啦 神区 这个中央会DQ他 中央DQ他或者中央不委任他 其实就等同于跟国际社会说 一国两制是彻底玩完 到其实香港还怎样成为一个走资的窗口呢 香港还怎样成为一个集资的中心呢 香港还怎样成为一个所谓金融的中心呢 是不是 你如果一国两制玩完 就其实是一国一制的嘛 国际社会还对香港有没有这样的信心呢 他也要承担一个这样的政治后果 他不是说DQ就DQ 这是说行政长官的选举 是不是 就算退一万步来说 最终做完这些事情都是功亏一季都好 其实香港人都是没什么输的 因为从来都没有拥有过 第一部曲就已经在去年11月做了 第二第三部曲其实就取决于香港人的决心而已 当然有些说法就说 为什么要搞这么多事呢 现在大陆又可以洗横手又行 等美国帮忙就行了 特朗普在第二阶段的贸易谈判 逼中国给香港有双普选就行了 现在第一阶段还在说 究竟能否落实成问题 因为中国前商务部副部长 已经放了一封了 说中国是可以用不可抗力作为一个抗辩的理由 来向美国提出暂缓这个买货 第一阶段还未完成 还说第二阶段 而且美国今年大选 再说的是 你说靠美国我没有否定这个路线 但是你靠美国的话 主导权就在美国的总统身上 如果是靠这个奪权三部曲 就是那个主导权在香港人身上 当然大陆可以洗横手 但是在他洗横手之前 为什么你不去尝试呢 一末就说大陆会洗横手 去年这个区议会选举当中 最终就是DQ了黄之锋一个人 在16年喊过各式各样政治口号 包括有些喊过港独的 他也照给他入门 而且还当选卖出了两个月 那些DQ了没呢 就是不要在这个时刻 就不停地潑冷水 就说不行不行 起码就过了半数 过了半数以后 就去第三部曲 就是那个行政长官的选举 当你选赢了特首以后 就可以提出一些本地立法的修例 包括什么呢 就是将功能界别的选民资格 由公司票转为个人票 就是等同于肥棒的新狗 当时连性工作者 都可以登记成为个人服务界的选民 当然我不是说认同功能界别 最终的目标都是要废除功能界别 但是在你能够在体制里面 否定到这个之前 你就尽量去争取 尽量去贴近这个普选 当然那个都不是普选 新狗组不是普选 我没有说认同这个是终极目标 终极目标仍然都是 废除功能组别 全面直选 但是在你达致这个目标之前 你都要做些事尽量贴近这个目标 而不是坐在那里等谁打救 如果是认同坐在那里等人打救 那需要什么去抗争呢 不如回家睡觉 等人打救就可以了 建制派就已经密罗紧固了 周围去派议 笼络民 登记个人资料 非建制派的阵营当中 当然有一班人 这班少数人 就在那里埋伏这些无米粥 等人打救 不要参选 这些废话的 你说是不是大事 这一节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